台湾更生保护会举办南区幸运草振兴市集 代理市长杨明洲也特地出席为更生人加油打气 而杨明洲也期盼民众能给更生人更多的接纳与包容 让他们能够重新走入社会 幸运草振兴市集在北高雄一家购物广场内举办 现场17个摊位中有6个是由高雄市更生人所设 代理市长杨明洲特地到摊位前为更生人加油打气 杨明洲表示更生保护会每年大约辅导800人 协助更生人走入社会 目前正值后疫情的振兴经济阶段 他也呼吁市民朋友踊跃出门消费 尤其是更生人创业的优质产品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购买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以及各界能够接受并包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表达对我们法务部 我们更生保护会 能够为我们的更生人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那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在振兴的阶段都能够踊跃的出来消费 南区幸运草振兴市集 南区幸运草振兴市集是由台湾更生保护会 和嘉义台南桥头屏东等七大分会共同举办 摊位贩售的都是更生人自行研发生产的商品 让社会大众看见药引更生人 为翻转人生的努力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使用天然菌种 不加商业酵母 它吃起来对胃比较不会那么耗损 南兴的那个原豆下去熬煮的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跟香菌都没有 更生人复归社会之后 就业路上较为困难 除了透过更生保护会辅导之外 市府独房局和劳工局将会尽最大的心力 协助后续生活和就业 记者金献中内长邦高雄报道